歡迎收看我不柯南鐵頻道 今天要去教所有FITFIRE我要活下去的二中年改版新模式小隊衝突搶先看 好的在最近FITFIRE會進行一次的二中年新改版 這改版中會增加一些新的模式 目前國外的情報都會比台幅快 所以說我們就透過這個國外的社團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後改版會有什麼新的內容吧 好的我們先看到的是大廳 在上一集的部分有跟大家分享到二中年改版的話 大廳風格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右上角的模式其實你們看到有非常多 所以說在這次的改版會增加一些新模式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小隊衝突模式 它算是多人4對4的一個模式回合 然後總共有7回合 一開始的部分 第一場基本上都是手槍 然後你的資金就是右上角寫500塊 點入購物車的時候我一開始有金額 可是目前來看它這個遊戲應該是BETA測試 所以說有點BUG吧 它沒有辦法換武器 所以它剛剛沒有辦法買了一把M500 現在可以看到每個人搭配的是USP這支手槍 好然後他們現在開始了 開始了後你就會發現這個地圖左上角 是有被限制圈圈的 所以說交戰的空間比較小 一組人馬是4個人對對方4個人 然後總共7回合 7回合中只要4回合獲勝的話你就算贏了 好的我們可以現在看到這邊很多 敵人開始丟手彈 然後我發現其實每一場開始每個人都有兩個補包 就是身上有兩個補包 然後現在這個玩家他使用的是新的一個女角機器人 叫做A124這個機器人的角色 所以你看右下角一個心臟 可是他在這個模式用這個新角色可能沒有什麼優勢 因為他這個心臟要使用就是你要是他有EP值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如果說你今天擊殺一個敵人的話 會有200元就是會賺200塊就對了 所以可以看到右上角現在殺了兩個人 所以有900塊加原本500塊 好再來這個地圖比較小 所以說沒有辦法去減其他的物資 你只能透過減敵人的屍體 或你隊友可能死掉的話可能會有屍體 然後這邊一樣可以營救隊友 好現在有一個敵人過來了 然後這個模式的部分你們可以看到 正上方有那個紅色點 紅色點橘色橘紅色這個就是敵人剩下一個人 左上角藍色是代表你的隊伍還有多少人 4個都活著 好第一場的話由這邊獲勝了 獲勝的金額可以到下一場 然後剛剛我們看一下他有得到1000多塊錢 其實我現在不太了解他這個換算方式 那最少的話基本上你贏的一場會有得到1100塊的金幣 好然後你們可以看到他這個槍呢 有些是限定不能購買 然後有些是可以購買 他像他剛剛顯示購買的成功 他就有裝備上去 然後再來我們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他看起來是沒有背包 所以空間有限你不能夠裝太多東西 他這玩起來有點像以前的CS 就是說在開場的時候 你有一定的金幣然後去殺敵 然後錢以後呢 你就可以有一些資源可以買東西 好這邊開場可以看到他直接被打趴了 對是我們畫面這個人直接被收掉了 好他這裡的話剛好是因為前面有一個敵人有槍點 右邊有一個槍點 所以他直接是被右邊就能帶走 然後現在升上他的隊友 好你們可以看到上方啊 兩個 現在是2對2的狀態 然後勝了一回合 然後這下是Round 2 就是第二場 基本上來講如果說是打平手應該會可以打到7場 可是如果說是你這方比較強勢的話 基本上4場勝利就贏了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邊輸了 可是他們還是有得到500塊 輸了這個隊伍 好現在下一場開始了 你們可以看到他有些槍枝會不能夠去購買 其實他錢是夠的 有些東西不能買 我猜這是BETA的關係 所以他不讓他 可能有些槍枝不開放使用吧 這就跟之前我們受邀到FITFIRE的公司 有時候玩一些模式他可能會有一些限定 所以說他現在這個部分是 不是說沒把槍就可以買 未來這個模式只能台服更新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試試什麼槍都可以透過這個金幣來買 目前來看是有綁定啦 就是不能買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看這影片是這樣子 好這邊可以看到他們 每個人補包其實基本上開場只有兩個 然後包是沒有背包的狀態 所以包包比較 基本上沒有背包 所以說空間比較小 現在他這邊大概是一把MP40 然後對方只丟手桌蛋 可以看到 其實手桌蛋的話呢 他是比較好群炸 如果說你的隊伍都是躲在同個地方的話 手桌蛋這樣炸出來其實蠻容易中的 所以就要比較危險一點 好這邊他現在開始搶進 看我左邊有敵人 然後先直走 好這個模式我覺得蠻適合大家去對我練槍 因為他每一個回合開始的時候 都會隨機在百木打一個角落 一個圈圈裡面去進行決鬥 所以說他不確定是不是 每一回合都是這樣的模式 這個可能要之後我們還不開放以後才能夠測試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就是 右上角現在隊友 敵隊只剩下兩個人 喔這個掛機的 直接被打趴 你們可以看他擊殺的時候 右上角的錢直接加200塊 200金條 不是金條200金幣 金條是另外一款遊戲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呢 這裡推進現在是4打1的狀態 剩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竟然還使用了狙擊槍 所以他有些槍枝可以買 有些槍不能買 剛剛看的時候他是顯示說 其實他是有錢的 金額不足 好1100 像他這場就拿到1100 像我還不太了解他 最少我記得勝利隊伍是1100 1100金幣 然後有時候像他剛剛第一場是1500金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怎麼算 所以可能他之後才知道 然後你看看這個槍他買不了 他人買的槍有限 有沒有這些槍都不能買 他現在只能買FARMAS 其他槍他都會顯示說 就有些東西可以買 有些不能買 就是這樣子 這個應該是 不知道是BUG還是說 他有什麼限定或綁定什麼東西的 總之來講就是這樣 好 然後購物車的話 看起來是離開原本的陣地以後 就不能再使用了 不確定可不可以再跑回去用 因為他沒有測給我們看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他現在敵人在下面 這邊交戰的地方是加工作坊 好選擇從上面往下面丟手 但炸其實是蠻不錯的 因為位置來講是比較好 由上往下打 其實是有相對的比較高的優勢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個模式中 也是可以買凝膠護盾 凝膠護盾 其實我也不確定可以買幾個 這時候之後才能撤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 他這邊凝膠護盾的話 有至少兩個 然後補包一開始只有兩個 可是我們可能要看一下 是不是每一場都會有兩個凝膠 不確定 不過可以看到槍枝目前應該是有綁定 每個人拿的槍基本上都差不多 好這邊有一個掛機 直接被收 好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是BETA 他們可能是國外的 實況主或者是玩家 就是受邀官方去體驗 然後台服目前是沒有這種活動 好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是第五回合 因為他們現在是3比1 只要藍方陣營戰贏一場的話 就直接獲勝了 好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的尼膠護盾非常多 他可以買到7個尼膠護盾 可是槍枝的部分看起來還是 背限定可能AP41跟FARMAS 他不能夠買其他槍種 好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購物藍不見以後表示說 不能蓋購物了 這個模式我覺得蠻好玩的是 快速快絕 然後你們只要贏四場就可以 可是這個的話就有點重 就是你前面要一直贏 因為你後面你錢比較多 錢多的話對方就會越來越 比較算是沒有什麼優勢 你們前面如果三場都贏的話 你們錢這個隊伍會比較 資金比較足夠 讓你們買一些裝備的時候可以買比較多 可是還是要看背包的容量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現在都100%滿 然後我也不確定說他之後 這個模式台服開起來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不過我們舊畫面像看起來的話 玩起來還是蠻刺激的 因為你不用去 整個地圖去找人 他就變成是一個非常小的圈圈 直接決鬥快速快決 總共只要你四勝就贏了 你們看一下對方一勝 四勝七回合 好的我們再來看一次吧 這個的話是重新的一個 整個局開始 然後這樣是round 1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倒數時間結束後呢 你才能夠購買東西 然後購買東西的部分 一樣第一回合 他基本上來講你應該就可以不用買 因為好像也換不了 因為剛剛他們一開始有測試 所以說這之後或許會調整出來 然後目前來看的是USP這把手槍 不是G18 G18我相信大家在台服上來講 大家比較喜歡玩的手槍應該是G18 因為G18的射速非常的快 就很像玩法瑪斯一樣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敵人在上面 好他現在跳過來了 他現在是有一個偷襲的感覺 好現在這邊上面有一個隊友 還跳上來了 跟隊友在一起 下面炸彈炸起來 結果發現有一個在打他隊友 隊友倒地 好我們現在從上面偷射 其實這個手槍的話 最重要你還是可以 到頭的話有110的攻擊力 如果說你有一發可以打到110的話 後面受到敵人速度比較快 目前也可以看到 剛好拿一個110的攻擊力 好現在這邊剩下2打2 然後這個隊友要把他拉起來 如果沒有拉起來的話 可能就變2打1了 好現在是3打2 3打1 好現在變3打1了 紅色隊伍剩下一個人 藍色隊伍剩下三個 好這邊有個在補血被發現了 好現在主畫面這個人 直接對他開槍 好你可以看到 他這樣子直接 好收掉他 他得到1300塊 所以獲勝的錢 基本上最少是1100 然後1300我在想會不會是 擊殺一個人200再加1100 所以1300 可是這樣在剛剛開始 第一局的第一場的時候 是1500就很奇怪 因為他那時候是收掉一個 收掉一個然後贏了 最後一個收掉然後贏了 然後是1500 前面那兩個 他那場上剩下三個吧 然後兩個都有加到錢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個金幣到 他這個金幣是怎麼去換算的 真的要去實測看看 好現在來到的是第二回合 好第二回合的話呢 一樣你看到他的槍枝 不能夠去買其他的 他還是配方嗎 只跟NP40 這個槍枝有點限定 然後這邊第二場的打法呢 他們先從左邊 其實這個團戰打法很多啊 有些人是喜歡走一起去壓槍 有些人是走分散事去埋伏敵人 然後各個擊破 這就要考驗平常的默契人 然後跟團隊打法 這個模式的話 我覺得未來或許 有可能會有一些賽事存在 就變得比較簡單的 兩隊人馬對抗 我在想他會不會就是 想像傳說對決這樣 就是兩隊人馬對抗 不要太多人 好這邊可以看得到 這一場的敵人 有可能是電腦之類的 他們根本就在原地 然後就直接被虐殺掉了 沒有離開這個原本的陣營 好我們現在這邊可以專精看一下喔 如果說他今天要購買的話 有些可以買的他會購買成功 然後不能購買的話 他會顯示就是你的金幣不足 其實他就是不給你買 好現在第二場要開始了 他每一場都會有一個倒數時間 時間結束後就開始了 在這專案下看起來每個人是無敵 因為是發亮的狀態 好的 現在這個地方是天文台 他每一場看起來是隨機跳 因為我們剛剛看 他第一次在玩的時候 第三場不是這裡 然後現在換這邊了 所以他應該是隨機跳的 隨機跳這樣子比較公平 不要說每次都一樣 讓有些玩家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每次都選到這個地圖的這個點 這個點不喜歡 類似這樣 其實天文台這個地方 我覺得交戰起來是比較痛苦的地方 因為他的邊邊角太多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敵人真的是 是完全在發呆 好我在懷疑他們這個beta版本應該是對電腦 因為這個不太像是真的玩家 或者是他們可能在測東西就被殺掉了 好現在可以看到 第四回合 他們現在已經3比0了 再贏一場的話就直接獲勝了 好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他這邊的話呢 等一下會測試購買按鍵 應該還是不能用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現在的裝備全部都滿的 有MP40跟FARMAS 好這邊你們看喔 他想要購買 錢是有4900 可是他就不給你購買 他只會顯示說你的金額不足 就沒有足夠的金額 好這個小退衝突模式呢 我個人覺得如果說 今天大家喜歡玩團戰 然後喜歡練習 槍枝手感的話 這模式蠻適合的 然後這邊最後一場不用看 因為全部的電腦都掛機 全部的玩家都掛機 就這樣結束了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 這個小退衝突模式 在下一次的更新中應該就會有了 然後實際的更新時間跟更新內容呢 以官方為主 台服的官方為主 對然後這個就國外了 我們就參考 因為有時候 這個國外影片不代表是真的 有可能BETA只是 釋放出來給大家去體驗 最後可能會經過 這個測試玩家的一些反饋意見以後 再去調整這個模式 所以說這個模式目前不是完整的 就主要就是跟你們分享一下 後面會更新的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拿鐵影片的話 可以幫大家喜歡 也可以持續訂閱我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跟你的朋友 後面我會去寫到FITFIRE攻略情報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讓我們下個遊戲 我們下個遊戲 好歡迎 我們下個遊戲